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孩子最好的英语学习规划师》,副标题是《中国儿童英语习德权路线图》。 在当前高度国际化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越发重视英语学习,英语学习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了,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面, 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说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孩子中文还没说厉害呢,就被父母送去上外教课了。 但是这对于孩子的英语学习真的有帮助吗?孩子到底怎样才能学好英语呢? 本书的作者盖兆全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他是外语教学语研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 他发挥自己的英语专专业特长,在外研社开展了《二语习德与分级阅读系列育儿讲座》,得到了众多同行和家长们的肯定。 他的儿子壮壮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英语之星,获得了很多英语比赛的奖项。 这本书于2015年1月出版,目前已经加印过9次,它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在纷繁杂无的英语学习乱象当中,找到更科学、有效、专业的英语教育方法。 好了,话不多说,下面就跟随着我一起去探讨如何规划孩子的英语学习之路吧。 我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提炼成了两个问题来讲解。 第一,什么是最好的儿童英语学习方法? 第二,父母应该如何规划孩子的英语学习呢? 好,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最好的儿童英语学习方法? 一提到英语学习,摆在中国孩子面前的无非就是两条道路,外语学德之路和二语习德之路。 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外语学德之路,这也是传统的英语学习方法。 学德就是有意识地学习和研究一种语言。 80、90后,大多数还是走的英语学德之路,一般是在上了小学,甚至是中学之后才开始学习英语的。 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之下,大多数孩子都把英语学习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应试教育所要求的背单词做阅读练习语法上面了,而缺少听说的练习,结果就学成了哑巴英语。 即使是学生时代英语成绩很好的人,毕了业之后,一旦缺乏锻炼,英语就得都还给老师了。 另一条路是二语习德之路。 那什么是二语习德呢? 二语,这就是学术界的专业名词,指的是除了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 比方说,对于中国孩子来说,英语呢,就是第二语言。 习德是指通过大量的接触和运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掌握一种语言。 比方说我们中国孩子会说中国话,这就是一种语言习德的过程。 通俗点讲呢,二语习德,其实就是让孩子像学母语一样的学习外语。 你可以回想一下,只要一个孩子身处语言环境当中, 不用刻意地学习,也无需正规教导,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学会母语了。 无论你今后的学习成绩如何,成就如何,人们都可以自如地运用母语。 而且,每个人母语的水平都大致相当没有质的区别。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在很多家长都计划将来让孩子出国留学, 那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设定了双语儿童的目标。 要想让孩子的中文和英文齐头并进, 你还就得让孩子从小走二语习德的道路。 不同的英语学习方法会带来不同的学习效果。 比方说,同样是在国内学了五年的英语, 运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孩子英语水平也不同。 书中就给我们讲了这样两个案例。 豆豆是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八岁的男孩, 三岁起就跟着外教学习英语了。 豆豆的家长并不精通英语, 但是他们为豆豆提供了海量的英文原版试听材料。 豆豆就从小沉浸在这种英语的小环境里面。 有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学习氛围呢, 即使豆豆没有专门地去背单词啊, 做习题啊, 在八岁的时候, 她的英语水平也达到了美国八年级的要求, 几乎超越了美国的同龄孩子。 而龙洛是一家住在省会城市的13岁的男孩, 他在八岁, 也就是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时候学习英语, 父母也一直给他报课外班。 除了学校的英语课之外呢, 每周呢,也就仅仅是在课外班上, 学学新概念英语啊, 背背单词啊, 练练阅读写作之类的。 龙洛呢, 平时还要忙着应付小生初的考试, 根本就没工夫在生活当中听英语, 看英语书。 所以呢, 说起来啊, 龙洛虽然也学了五年的英语了, 但是却看不懂英语原版的动画片, 和外国人交流起来呢, 也是磕磕巴巴的。 由此看来啊, 习德才是最适合儿童的英语学习, 方法。 但是要注意呢, 在习德的过程当中啊, 听说读写的顺序不能颠倒, 就像我们当初学习母语一样, 也是先从听开始, 然后再学会说和读, 最后呢, 才学习写作什么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英语习德最有效呢? 这也是很多父母迫切关心的问题。 其实啊, 关于孩子几岁开始学英语好, 众说纷纭, 盖兆全从自身的理论研究和育儿实践出发, 认为三岁是孩子英语启蒙的理想时间。 为什么是三岁呢? 因为呢, 三岁之前主要是发展母语, 那么父母呢, 得先让孩子呀, 把中文说利索了。 孩子学习母语, 主要是靠家人在生活当中跟孩子说。 那如果想在三岁之前就让孩子进行双语学习的话, 对父母的英文水平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啊, 三岁之前让孩子系统的学习英语是不太现实的, 搞不好呢, 还会影响孩子中文的学习。 另外呢, 三到四岁进行英语启蒙, 孩子并不会排斥英语。 比方说啊, 五六岁的孩子可能会排斥图多字少的读物, 因为他们的汉语能力呢, 已经很强了, 可以听明白西游记三国演义这样的长篇故事了。 那这个时候呢, 父母再拿英语分级读物给孩子看啊, 孩子会觉得, 哎, 这种启蒙读物呢, 又致又无趣。 这样一来, 就会影响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 所以说呢, 作者认为啊, 三岁才是孩子启蒙英语的最佳时间。 可以说呢, 二语习德理论能够让父母从根本上, 树立对孩子英语学习的科学认知, 避免进入儿童英语学习的误区。 好, 我们在了解了什么是二语习德之后呢, 父母对如何开展孩子的英语启蒙, 就有了基本的理论指导了。 那么, 父母究竟应该如何根据这一理论来规划孩子的英语学习之路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盖兆泉根据二语习德的理论, 并且结合自己的育儿经验呢, 对一百个孩子的英语学习样本, 展开了持续的关注、研究和总结, 并且啊, 规划了一个中国儿童英语习德的十年学习路线图。 从孩子三岁开始, 持续学十年到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呢, 正好是他们小生初的时间, 是最佳的功夫十年。 好, 话不多说哈,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 这十年的路线图究竟是怎样规划的? 在这个路线当中, 家长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三到五岁是孩子英语的启蒙阶段, 家长重点要训练孩子的听力, 还要让孩子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 有些家长呢, 从孩子一岁起啊, 就循环地播放英语给小宝宝听, 美其名曰呢是摩耳朵, 但是这其实非常违背可理解性输入的原则。 可理解性输入原则又叫做爱加一原则。 爱就是孩子现有的水平, 加一就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一点点新知识、新材料, 这样呢, 孩子才能循序渐进地提高英语水平。 一岁的孩子不具备任何的词汇基础, 反复地听自己听不懂的英语, 只能说是徒劳无功的低效折磨, 对他们的学习英语呢, 没有多大的好处。 而有效的听力输入, 一定是建立在孩子能够听懂大部分内容的基础之上的。 只有这样呢, 孩子才能根据语境推理出小部分听不懂的内容, 才能够轻松地陶醉于故事情节当中, 并且不断地吸收新的词汇和句式。 听力训练讲究的是语言环境, 那是在家里学习效果好呢, 还是在兴趣班上效果好呢? 作者认为呢, 在启蒙阶段, 家长呢, 不要将希望寄托在早教班上, 而是要将80%以上的英语习得时间放在家里。 如果家里没有一定的英语环境, 指望着每周一两次的课外培训, 就能够创造出英语学习的奇迹啊, 那真的是天方夜谭。 只有当孩子已经通过家庭式习得, 至少能听懂一两千个单词了, 父母呢, 才该考虑让孩子进行有规划的全面系统的英语学习。 有的家长认为呢, 一两千个单词啊, 好多呀, 孩子那么小能学会吗? 可不要小看习得的力量。 其实呢, 只要从小在家, 每天坚持给孩子读读英文图画书, 看看英文动画片, 听听英文故事, 歌曲, 孩子就能听懂一千个比较简单的单词了。 比方说哈, 父母呢, 可以让孩子每天看15到30分钟的英语动画片, 例如现在很流行的Peppa Pig, 粉红猪小妹系列, 或者是放半个小时的英语歌曲, 比方说迪斯尼最受欢迎的儿歌, 孩子们都会很喜欢的。 在这个打基础的启蒙阶段, 父母的责任重大, 一定要让孩子多听英语, 让孩子基本上听得懂简单的生活用语啊, 指令啊, 或简单的日常对话。 那, 有没有可供父母参考的启蒙小诀窍呢? 作者根据自己的育儿经验, 总结出了很多极具操作性的小办法。 诀窍一, 在交际场景中互动教学, 是首选的方式。 英语发音比较标准的父母啊, 可以尝试在生活当中, 多和孩子说一些日常用语, 比如呢, 可以在孩子穿袜子的时候告诉他, 宝宝, 这是socks, 在吃水果的时候呢, 告诉孩子, 这是apple。 诀窍二, 可以和孩子一起做英语游戏, 比如,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中文呢, 叫做我的眼睛是间谍, 这个猜谜游戏。 父母呢, 就可以用英语形容房间内的一个物品, 然后孩子根据父母的描述, 猜猜看是什么物品啊。 比方说哈, 床头有一个粉红色的枕头, 妈妈就可以说,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something that in pink, 然后让孩子找周围粉色的东西。 如果孩子呢, 能够正确地指出粉色的枕头, 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总结一下了, yes, the pillow is pink。 这样一来呢, 孩子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习得了很多日常用词。 诀窍三, 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阅读英文读物。 虽然呢, 我们正处在文化资源丰富的年代, 但是呢, 说到选择好的阅读材料, 家长们还真是很头疼。 很多家长呀, 都恨不得把销量高, 口碑好的英语读物啊, 一股脑的都搬回家给孩子读。 其实呢, 大可不必如此的大费周章。 关于读物啊, 作者就指出, 没有什么最经典的读物, 只有最受孩子欢迎的读物。 如果非要选择的话呢, 父母应当根据孩子的兴趣, 选择他们爱读, 爱听, 并且符合孩子英语发展水平的读物。 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持孩子学习英语的乐趣。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 喜欢给孩子购买各种的英文原本绘本。 这些绘本呢, 很适合三到六岁英语国家孩子的亲子阅读。 但是, 这类绘本呢, 却并不适合中国孩子的英语启蒙。 因为绘本的用词随意性很强, 低频词汇, 也就是说不常用的词汇很多。 中国孩子甚至是孩子父母都不具备领会这些词汇的水平。 作者给出的建议是, 最好还是使用高质量的分级读物, 英文叫做leveled reader, 比如芝麻街, 典范英语, 牛津阅读术等等。 此类读物的难度, 一般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从每页一两个单词, 到每页一两句话, 再到一段话, 一本一本地逐步地提高难度。 总之呢, 在这个启蒙阶段呀, 父母不要太心急, 不要急着让孩子像成年人学英语那样的去背单词, 学教材, 始终要记住, 培养和保护孩子对英语的兴趣, 才是第一位的。 等孩子到了六岁, 就进入了英语扫盲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听和说依然是英语习得的重点, 并且呢, 开始初步进入读和写的环节。 一直坚持在英语语言环境当中熏陶的孩子, 到了这个年龄段啊, 基本上就能听懂大部分的生活用语和简单的英语故事了。 但是呢, 对于字母和单词还是很陌生, 也就是说呢, 听懂会说, 但是看不懂不会写。 所以呢, 扫盲其实就是把听力词汇量转化成阅读词汇量。 所以哈, 如果孩子这个时候能听懂一两千个单词, 父母就可以给孩子报一个自然拼读班, 正式地学习字母和单词了。 学习这些的目的呢, 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积累词汇量, 更多的是要为孩子接下来的自主阅读做好准备。 好, 咱们刚才提到的自然拼读, 很多父母呢, 还是有些陌生啊。 好, 在这儿呢, 我就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种单词学习法。 自然拼读法, 是现在很多幼儿英语启蒙机构运用的单词教授方法。 其实呢, 自然拼读是一种解码技能。 简单举个例子说, 英文单词desk, 桌子。 一个英语国家的孩子看到DESK这四个字母之后呢, 会很自然地解码发出desk的读音, 然后恍然大悟, 哦, 是桌子啊。 孩子通过解码把看到的文字读出来, 同记忆里已有的音对号入座, 就明白单词的意思了。 这样记单词呢, 又快又不容易遗忘。 相反啊, 如果孩子的大脑呢, 还没有desk这个单词的储备, 即使是反复地教他读, 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事实上, 用自然拼读法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孩子已经有足够大的听力词汇量, 也就是能听懂很多单词了, 否则的话呢, 就是徒劳。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一再强调, 要在英语启蒙阶段多让孩子听。 而且呢, 需要特别提醒父母的是啊, 自然拼读只能解决70%到80%的英语单词, 而另一部分发音不规则的单词呢, 只能靠着音标法才能够准确地读出来。 所以说, 特别是听力词汇量有限的孩子, 还是要老老实实学习音标。 自然拼读法和音标法没有数有数列之分, 找对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盖照权也给父母推荐了很多练习自然拼读法的教材, 比如Hooked on Phonics, Phonics Kids, 也有很多自然拼读的分级读物, 比方说历生拼读故事会啊等等。 在学习自然拼读法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让孩子练习跟读, 也就是让孩子跟着录音一句一句地模仿, 顺便地纠正语音语调。 有的家长在孩子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就让孩子跟读, 其实呢在学习英语的初期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孩子学英语有沉默期, 直到他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之后才会开口说, 所以呢在孩子学英语初期啊还是以听为主。 在孩子扫盟阶段呢, 父母仍然是重要的引导者, 要坚持高度参与到孩子学习英语的活动当中去, 在家中呢依然要督促孩子频繁听大声读, 引导孩子逐渐走上自主阅读的道路。 七到九岁就到了孩子英语学习的全面发展阶段,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如果说三到六岁是孩子习得的阶段, 作者建议呢在这个阶段, 父母可以逐步加大学得的比例。 学得的目标就是孩子阅读、 拼写、语法、写作等各项技能都要在这一阶段全面发展。 经过三到六岁一步一个脚印的英语学习积累, 孩子在这一时期的英语进步就会相当的明显。 不过呢, 父母可千万不要以为, 孩子上了学报了班就万事大吉了, 自己呢就可以彻底解放了。 父母的任务呢是持续性的, 七到九岁,孩子在学校和培训班的学得和在家里的习得需要齐头并进。 那么,在这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父母可以为孩子的英语学习做些什么呢? 在学得方面, 除了在学校的学习之外, 父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慎重地为孩子选优质的英语培训班, 选靠谱的老师。 因为啊, 优质的英文课外班其实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专业化的输入与输出并进的语言环境。 那么, 在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的宣传推荐的时候, 父母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优质靠谱的英语培训班呢? 首先啊, 在宗教和外教的PK当中, 作者更倾向于优秀的外教老师。 因为他们一般都具备语音纯正, 肢体语言丰富的特点, 课堂氛围呢也更加活泼生动。 那么, 是不是只要这个培训班里有一两名发音标准的外国友人就行了呢? 当然不是啊, 父母们还需要谨慎地评估一下外教的教学水平。 比方说啊, 很多的教育机构为了博眼球, 吸引学生和家长, 在一节课上呀, 会不断地设计各种游戏, 甚至呢, 导致课堂秩序的混乱。 这样的外教其实是不称职的。 在选好老师和班级之后, 也要记得选同学。 这倒不是说呢, 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学生水平最高的培训班去, 而是呢, 要尽量地把孩子送到班级同学水平比较接近的课外班。 这样, 既不会耽误孩子的英语学习进度, 也能激发和保护孩子学英语的热情。 总之啊, 父母即使再忙, 也不能偷懒马虎, 一定要亲自去听一听培训机构的英语示范课公开课, 以免因为误判带来家庭经济的损失, 耽误孩子的学习。 好了, 选择了系统学习的课外班之后呢, 孩子英语学习在学德方面就有了保障。 与此同时, 父母要注意在孩子学习英语的习德方面仍然不可松懈。 家长要继续做孩子广泛阅读和视听的资料提供者。 这个时候的英语阅读分为经读和贩读两种, 经读呢, 指向学德, 而贩读指向习德。 以孩子的整个阅读量来计算的话, 孩子在课堂上的经读 占阅读总量的20%, 在课外的贩读占阅读总量的80%。 父母主要负责孩子的贩读时间, 要鼓励孩子大量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习得词汇、句型和语法。 贩读材料要有趣、容易理解, 一般呢, 每页不能超过五个生词, 而且生词啊, 是可以通过上下文的意思猜出来的, 不用特地地去查字典, 这样可以帮助孩子进一步扩大词汇量。 作者指出呢, 美国孩子扩大词汇量的主要方法, 就是从小到大都要在家读故事书, 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孩子, 都会从故事当中学到单词, 而不是靠死记硬背。 经常给孩子讲故事的美国家庭, 五岁孩子的词汇量大概就能达到五千个。 通过这种阅读所掌握的单词, 相对而言是不容易遗忘的。 其实啊, 在这一阶段呢, 随着孩子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阅读材料就可以不局限在故事类了。 自然科学类、 社科类的分级读物都可以做贩毒材料, 比方说牛津阅读术、 机灵狗故事乐园、 捷克和吉尔的阅读系列等等。 父母们要帮孩子将各类读物排列整理好, 并且呢要根据孩子的学习情况, 灵活安排好进度。 总之呢, 和前面的启蒙和扫盲阶段一样, 父母在家里创设的英语环境, 仍然还是孩子英语习得 最重要的办法。 家长呢仍然需要通过看动画片、 听故事、 读原版书这三种方式, 来帮助孩子进入英语语境, 习得大量词汇, 为接下来接触更为广泛高难度的 听看读材料做好充分准备。 到了10到12岁, 孩子进入了小学高年级, 英文学习呢也进入了提高阶段, 父母们要继续学得和习得两手抓。 好,这个阶段呢, 孩子既要不断地提高英语沟通能力, 也要进一步地扩大英语阅读和听力的深度和广度, 接触各个类型的英语资源, 比方说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等等, 也就是说啊, 要逐步地把英语学习, 从单纯的语言学习, 过渡到把英语作为工具运用上。 在孩子十年学习路线的最后这个阶段呢, 父母应该怎样站好这一班岗呢? 尤其是在这个阶段, 孩子还面临着升学压力, 父母们要成为孩子的减压器和助力器。 从习的方面来说啊, 父母要继续为孩子提供更高难度的电影啊, 教学片啊, 儿童文学, 科普和人文社科书籍, 这些原汁原味的优质语言的输入, 能帮助孩子了解西方社会文化, 风土人情和科技各个领域。 比方说孩子十岁的时候, 可以读一些篇幅比较长, 以情节发展为书写脉络的书, 比如《驯龙高手》、 《超时空少年》、 《魔柜小骑兵》等等。 到了十一二岁呢, 就可以给他们看例如 《阿特米斯奇幻历险》、 《霍比特人》、 《魔戒》、 《饥饿游戏》等等。 在这一阶段, 主要保证每年至少听读五十本。 无论是应付高中阶段的学习, 还是出国留学, 孩子的英语水平呢, 一般都不会成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了。 实际上啊, 在探索完孩子的十年英语学习路线图之后啊, 我们会发现, 在这漫漫十年道路上, 父母们始终要记住的是呢, 抓住孩子的听和读, 尤其是在三到六岁, 孩子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 一定要以听力为主。 而在七到十二岁的提高阶段, 听和读两条线需并行, 并且呢, 始终保证听这条线要高于读这条线, 这样才能保证孩子更好的习得英语。 除此之外呢, 家长也不能将所听到的知识 一股脑地照搬到自己孩子身上, 而是要灵活舍取, 根据自己孩子和家庭的实际情况, 做出适当的调整, 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办法。 好, 做孩子最好的英语学习规划师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下一本好书与你再会。